是的主播 台北內湖十八號早上 發生了對撞車禍 一輛黑色保時捷綠燈執行 突然遭到對向車道 要左轉的TOYOTA汽車撞擊 保時捷失控 衝撞路數還撞斷了路燈 車頭和引擎蓋都撞到嚴重變形 而左轉的TOYOTA汽車面目全非 車頭也整個被撞凹 不過雙方駕駛無人送醫 他好像說他被什麼卡車擋住吧 因為他撞到我的時候 我就打滑 我就撞到 十八現場是在台北內湖 舊中路一段與新湖三路交叉路口 附近的汽車銷售業務員就表示 這個路口最近更改了規定 原本北往南方向有左轉的號制燈 但最近改成七點到午夜二十四點 禁止左轉 很多駕駛不知情 擔心未來會再次發生類似的車禍 真的 開車的習慣都會 都會左轉 他每次有時候卡到中間 紅燈就紅燈 他逼不得已他一定要硬著轉 記者到了現場發現 很多車輛包括計程車都不清楚 已經更改了規定 不過這起車禍發生的時間 是在早上六點五十六分左右 還沒有到禁止左轉的時間 因此車禍的原因還有帶警方調查 以上最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